特别选在10月1日中国大陆的国庆 大陆六四民主运动的民运领袖王丹 今天在台湾成立华人民主书院 希望透过网路的方式 邀请民人教授民主概念 推动华人的民主化 王丹强调 今天根本不是中国的国庆 应该是国伤 共产党政权带给中国的伤害 远比贡献来得多 他希望透过网路突破大陆公所 将民主种子带给中国的国庆 在香港注册 金特许在中国大陆发行的 时政新闻杂志长城月报 因为屡次选题报道出现 编采团队在9月28日遭清洗 离开杂志社 长城月报总编辑在微博上说 目前心寒死兵 学术界过去将中国大陆大饥荒期间的 非正常死亡人数 估计在1500万到3200万之间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克 利用数年的时间到多省参与上千份官方档案 发现那段时间至少有4500万人死于非命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称 美国为了主要留意 遭到中国大陆鲤鱼和螃蟹 这两只大群的侵袭弄得上头脑筋 美国人担心 被这两种动物攻陷的地区逐渐扩大 最后会引发一场生态灾难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